《陈寅客的哀伤与记忆专闻》 《哀伤和记忆》是连在一起的 那么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记忆 使得陈寅客如此哀伤以至哀痛 说到底 使与百年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变迁 以及他的家族的命运遭尽有直接关系 一名陈是一族的事工鼎盛时期 是1895至1898年 陈宝珍任湖南巡抚时期 当时陈宝珍在其子陈三丽的相助下 湖南新政走在全国的最前面 梁启超 黄尊县 江彪 徐仁柱 谭四同 唐财长 邹代军 熊锡领 皮锡锐等变法人士 奇迹又帅的麾下 以至于有天下人才 都到了湖南的说法 改革措施不断出台 东立志 辟立员 辩世席 成绩斐然 更有实物学堂之设 相报管之伴 南学会之开 一时名声大震 一名父子盈溢于天下唱的理想时显在即 但百日辩正 一日政变的戊须之秋突然降临 此起沙唐四同等六君子于京师蔡氏口 通姬康 梁 陈宝珍 陈三丽 则受到革职 永不续用的处分 陈宝珍这一年的冬天 陈宝珍离开长沙府院 携全家老幼 扶扶人的灵鹫 先回江西南昌 当时陈三丽大病 三丽大字痛哭而死 迎客掌兄施增之气 范孝常 范白子之女 不久一世 陈寅客这一年九岁 而一九零零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 刚驻到南昌西山征奴 仅一年多的陈宝珍 故以危急而终 突如其来的重罚其故 致使陈三丽断魂错骨 悲痛欲绝 如果不是有所待 他已经不想活在这个世界 死后每年春秋两季 都到征如济嫂夫来 眷属和子女赞助南昌墨子下 主要靠亲友借贷维持生活 一个家族的盛衰融粹之便如此之素 其所给予年幼成员 本影响势必至深简矩 陈三元 陈三丽 想 徐非洪惠而国家 在戊虚之变以后大故迭起 一八九九年 此起大规模清剿康大 徐非调光绪未果 义和团开始变乱 一九零零年 此起利用义和团 激化了与西方诸国的矛盾 致使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演出近代史上第二次洋人 占领中国都城的悲剧 一九零一年 清廷与十一国公使团签订义和大纲 首当其冲的重臣李鸿章病死 一九零二年 仓皇出逃的两宫环金 有所悔获 但唯一时已晚 李鸿章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 袁世凯登上历史舞台 一九零四年 日恶战争在中国领土打起 结果日本占领更多中国领土 清廷在这一年开始 赦免除康 粮之外的务须在案人员 一九零五年 费科举 社学部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 一九零六年 宣誓预备立宪 一九零七年 张志动入军机 一九零八年 慈禧和光绪军事 宣统集委 慈禧死于农历十月二十二日 光绪死于前一天的十月二十一日 清史专家认定 是慈禧将光绪先行毒死 一九零九年 张志动病死 一九一一年 辛亥首益成功 一九一二年 中华年国成立 清帝巡位 一九一五年 袁世凯称帝 一九一七年 张勋复辟 而后北洋政府 军阀混战 五四运动 溥仪出宫 国共合作 北法战争 一九三一年 日本占据东北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 全民抗战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 国共内战 五十年代以后 则土改 镇犯 速犯 三五犯 怨气调整 抗美援朝 公私合营 合作化 科学进军 大跃进 除四派 反右派 反右倾 三年困难反苏修 城乡四倾 文艺整风 十指文革浩劫 此百年中国之一系列大变故 均为陈寅客所亲历 早为目睹 后则耳闻 如果是普通姓民或雍长之士 可能是身虽地 而心已麻木 但陈寅客是历史学家 而且是有特殊家世背景的极敏感的历史学家 他对这些欲出欲其的天人变故 能不留下自己的记忆吗 能不为之哀伤而叹息吗 陈寅客亦又有可言者 同为哀伤 亦有深陷程度之分别 陈寅客之哀 乃是至痛深哀 其所著王冠堂先生晚辞并序有言 其表现此文化之成亮欲红 则其所受之苦痛 亦欲甚 陈著诗集 三连版 夜十二故此与虽为静安而赦 其普世价值与寅客 亦因若何福其 所以陈寅客诗集中 只写流泪吞声的诗句 就有二十三连之多 自将相关联据依陈寅客诗集所细之时间顺序摘入主下 以见其指安身痛之情状 残欲残念缘异感 又应官化泪完澜 1913回思寒夜化明昌相对难关气数行 1927闻道通明 同换节绿草 水省泪斩尽 1936楼高阉段怀人远国破花开建泪流 1938得读心诗以泪零部 须借会对心庭 1939世上欲哭流泪 眼天涯宁有西花人 1945安里乾坤泥 这主词人中古气天涯 1945眼泪已哭心已碎 莫将文字目他省 1945去国玉窟双目泪福家虚说五湖舟 1946五十八年刘涕景可能留命见生平 1948唯有沈香哀影的泥大梅雨却相同 1951而郎素水 空文早家国原乡总泪流 1951赵驼游自怀 真定残痛孤儿泪不隆 1951匆匆夹气谷游周 隔世相望泪不收 1951文章存异观兴肺 怀骨伤筋替自恋 1953论诗 唯一谈此体畅望千秋泪失禁 1953眼连窗有无光入朔 丙年时有泪流 1954独牢有泪心 先对残主无声泪暗流 1955衰类已因家国进人王学费更如何 1955死生家国修回首类与湘江一样流 1957玉溪满住商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 1958铁索长江东市水 年年流泪送香尘 1959开源全胜水海溢便亦真元满泪痕 1964此二十三连是三连版陈银刻集之诗集中 直接关乎乱流的诗句不一定很全 可能还有一漏 流如是别转 考静说节节尾四句 刻意伤春 助泪赢把 痛哭古人 刘增来者就没包括在内 陈银刻不是一般的流泪 而是泪蓝蓝 见泪流 泪不收 替四连 泪湿巾 助泪银把 可见悲伤之情状和哀痛之深 这是很少能在另外的文史学者的文字中看到的 即使是现代的诗人 文学家 也不多见 南唐后主理欲有以泪喜愿的传说 但行诸文字中 也没有写得如此似泪沱 然则陈银刻深度哀伤的缘由究竟为何 此无他 为家国二字而已 顾上隐识连有衰肋 以因家国进的句子 他自己已讲得非常清楚 我十余年前写过一篇陈银刻的家国旧情 与兴亡遗憾的文章 解析陈银刻诗集 理所反映的他的家国情怀 曾举出多组关于家国的诗句 如家国兼心肺为耻 死生家国修回首 平年家国损诸言 家国原乡总类流等等 并且发现陈三立的诗里面 也不乏类似的句子 如姬姑念家国 玄珠替泪说家国 百忧千爱在家国等 父子二人都在为家国的不幸遭遇而流泪 赞缘老人的诗句是 百忧千爱在家国 陈银刻的诗句是 衰肋以因家国际 其唾异 遣词 纸规 以及情感的发疏 完全一致 哀伤的程度似乎也大体相同 所以忍者 则是与陈氏一家 在戊戌之年的不幸遭遇 直接有关 故陈银刻的诗句反复强调 家国原乡总类流 类与乡将一样流 明确透露出与此哀此痛 直接相关的湖南地域背景 但陈氏家族的遭遇 是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慈禧政变对近代中国的影响难以言喻 包括八国联军攻入 北京等许多伤害国族民命的后续事变 都是那拉市的倒行逆施杰出的果实 因此陈银刻作为历史学者 他不仅有爱 其实也有恨 所恨者 1898年的变法 如果不采取激进的办法 国家的局面就会是另外的样子 他的祖父陈宝珍和父亲陈三立 本来不但成康有为的激进态度 而主张全国变法 最好让张之洞主持 以不引发慈禧和光绪的冲突为上策 这就是陈银刻在韩柳唐记梦未定稿 第六节物须政变与先祖先军之关系 李作说的 该先祖以为中国之大 非一时能惜改变 故于先以乡省为全国之魔改 置若全国改革 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 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 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 光绪帝既无权力 更激起母子兼之冲突 大局遂不可收拾一 陈驻韩柳唐记 三连版 夜二零三 也就是陈银刻在读乌七昌传 梁启超传书后一 文理所说的 当时直言变法者 该有不同之二元 未可混议论之也 咸丰之事 先渡义应尽事举 居经师 亲见袁明元干销之火 痛哭难归 其后治君治民 一知中国旧法治不可不别 后交相应 郭云先侍郎松涛 其相倾服 许为孤中红石 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诀 而郭公者 亦宋美西法 当时是大父母为汉奸国贼 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 治南海康先生 至今闻公羊之学 父慧孔子改制已然变法 其与立案事物欲借境 西国已变神舟旧法者 本字不同 顾先祖先君建义乌 朱鼎甫先生 一心无邪 唐达问婆 是南海公羊春秋之说 身以为然 据是可知瑜伽之主变法 其思想源流之所在意 陈驻韩柳唐集三连版 叶187陈寅客对物需变法 两种不同的思想源流 做了严格区分 以追寻使国家大局最不可收拾的历史原金 1965年冬天 也就是陈寅客先生逝世的 前四年 他写了一首总括自己一生的哀伤与记忆的诗篇 这就是以次冬日读清世后妃传 有改于申妃是为父一律 资超路如下与大家共赏 昔日曾传般世贤 如今沧海已桑田 伤心太夜波翻句 回首甘陵党过年 家国就情迷之声 兴亡疑恨赵灯前 开元鹤发凋零记 谁补西京外七篇 陈柱诗集 三连版 夜172 这是一首直接书写 物须政变 对中国社会变迁 以及对易宁臣 是一家深远影响的事 首剧之班是极汉代的才女文学家 兼历史家的班招 作者用一指代甄妃 甄妃是物须政变的直接牺牲品 此起因光绪而迁怒甄妃 故庚子西行先将甄妃处死 第二句说甄妃的故事已经很遥远了 国家如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三四两句是关键 句后有著 玉熙生诗到文宗阳贤飞云 金鱼不返青城寺 玉殿游分下远波 云起宣词 文说太叶波翻 急用礼句 玉熙 生诗礼商引了好 银客索引诗句 鉴于其取将一诗 全诗为 望断平时翠念过 空文紫叶鬼悲歌 金鱼不返青城寺 玉殿游分下远波 死亦华亭门客帝 老游王氏济同驼 仙荒的变心虽舍 若比商春意未多 住家对此诗谋永内容的考证结论不一 要以写悲婉唐文宗甘露之变者为誓 银客先生采用的极是子说 不过这应该是古典 金典则是文庭氏的念奴教 词中与真悲之词有关的 文说太叶波翻句 文庭氏是真妃的老师 慈禧因不起真妃而迁及其师 早在政变之前 就把文庭氏赶出宫 并与政变后连发多道迟疑 那令地方都府补后就递政法 但当时正在长沙的文庭氏 为陈宝珍、陈三立父子联手所救免 以三百斤作为路子 使其先走上海 而后逃复东营 真妃遇难 文庭氏异常悲痛 做落花师十二手为道 令燕奴教两手也都关乎真妃氏 第一 首有杜鹃提寇 问江花江草 有情何己 曾是登贤通一笑 浅并青龙禅意 炎仰持商 轻盈事简 此意难忘的剧 自使回念真非无疑 后者即是寅客先生所引路者 其第二却慈云 闻说太叶拨翻 旧时迟到 一片青青脉 翠雨鸣当漂泊尽 何况落红狼藉 传写诗诗 诗体好好 赋予情人稀 老夫无语 我看月下寒币 至于太叶拨翻诗典故意含 只有用来比喻宫廷正争一解 所以李商隐用词 指的是唐代与牛 李党征有关的文宗甘露之辩 文庭是用词 指的是阴帝 后党征引发的戊虚政变 那么陈寅客诗中所伤心者 伤心太叶拨翻句 时与文庭是同发一开 正是戊虚惨剧 而非其他 故第四句由戊虚之辩 想到了东汉的党固之火 那次党或接连两次 杀人无算 盖亦宁一家罪恶党政 陈三立爽 故府军独之事便所当为而已 不复教书为新旧 由无所为新党救党之解 正是历史上无穷无尽的党征 给国家造成了无数灾难 戊虚之年的所谓新党和旧党 帝党和后党之政 则使中国失去最后一次渐变革新的好时机 陈寅客所哀伤者在此 所长歌痛哭者已在此 所以已自冬日读清是后非传 有感于真非是为父一律的第五六 两句有堪注意 家国旧情迷之上 兴亡遗恨照登前 此不仅是这首诗的典题之句 也可以看作是陈寅客全部诗作的主题曲 同时也是我们开启陈寅客精神世界 隐痛的一把钥匙 名呼此则晚年的大著作 柳如诗别传有结语 他的一生著述有结语 他的哀伤与记忆有结语 诗的最后一连 开元鹤发凋零剑 谁补西京外戚篇 盖银客先生还叹 熟悉晚亲掌故的老辈都已作古 谁还说得清楚当时工业政争的历史真相呢 当然我们的大史学家是洞彻当时的历史底里真相的 他晚年转写的《寒柳堂》 《寂梦未定稿》 就是试图重建历史结构的真相的重要著作 虽原稿都有散意 但我们运用陈银客的方法以陈谢陈 应大体可以亏之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 结于1965年夏至1966年春 以四冬日读清史后非转 有感于真非是 为负一律在时间上 相当于《寒柳堂记梦未定稿》 郡史之时 故不妨看作是对《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的提示 因此不写《西经外期篇》的尾页 我们的银客先生事实上已经见语了 作者授权刊发 首刊《学术月刊2007年第六期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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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